Lulu传讯关心Kat心情!强调要有功德心! Lulu传讯关心Kat心情!图3D提供! 2018年3月8日 综艺小片后Lulu黄鹿紫音金8日线生儿童节目《魔法列车》DUMAILI第二季记者会被问到老战友Kat心的感情状况 他坦言自己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,但是有传简讯关心他,而他也回了谢谢 相较Kat的感情,他与阿达稳定许多,被问到如何维持 他开玩笑地说,路人偷拍要有功德心 虽然很多人都说明星恋情见光死,但Lulu与阿达的感情并未因恋情公开而受影响 由于两人工作都很忙碌,他坦言自己很enjoy小别圣新婚的感觉,因为会更珍惜见面的时刻啊 不过每当两人有争执时,都是阿达先道歉,原因很简单,他坦然,因为我不爱说对不起 主持儿童节目,他被问到何时是当妈最佳时机 他笑说,目前没时间,要生小孩就要停工 反正现在可以动软,而且依美这么进步,晚生小孩一样可以和小孩当姊妹 Lulu与阿达的感情并未因恋情公开而受影响 图三地提供 2018年3月8日 Lulu透露因为妈妈做保姆工作,让自己从中学习不少,知道如何哄小孩,带小孩 不过他现在唯一怕的就是生产过程,光想到痛就让他不由的却步 他主持魔法列车 Zu May Lee 第二季后,发现现在小孩完全不像自己以前愣头愣脑 他们懂得世界一体,有自己想法又会主动提问,还会做机器人 他笑说,现在做儿童节目好难,如果不多准备资料或学习,就会被他们看透 给他们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